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之前好太多了 按道理 这一代法国人有持有穿 应该很感谢拿破仑三世 但是 法国人民却表示很不晚 这是为什么呢 对法国人民来说 他们拥立拿破仑三世上台 是希望他带领法兰兴民族称霸宇宙 不是让他来搞经济的 你没事搞什么经济啊 法国得打仗啊 但拿破仑三世自己清楚 他压根没有打仗的经验 而且现在的法国也打不起战争 一打 所有经济成就全没了 但眼下名义难违啊 拿破仑三世该怎么办呢 1870年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准备统一德国北方 拿破仑三世害怕德国崛起 在外交上百般阻挠 本来拿破仑三世呢 就想在口头上强硬一下 吓一下普鲁士吧 结果没想到这一年 普鲁士人公然在报纸上怒吞法国人 这下法国人就气炸了 居然长成我们伟大的法兰西 好啊 既然你对法兰西的力量一无所致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在强大的民意的胁迫下 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对普鲁士开战 拿破仑三世基本就没带过兵 也不是军事专业的 但偏偏要去对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普鲁士 真的好悲催啊 在开战的前夕 法国的军事物资还有作战人员都没有完全到齐 1870年7月底 拿破仑三世带着临时凑齐的33万法军向德国的法兰克服进发 想切断德国的南北交通路线 到了8月 法军遇到了普鲁士57万大军 普鲁士不仅人更多 而且装备更强 法军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23%的兵力 出战失利的拿破仑三世建议法军撤退 但拿破仑三世的老国也就是皇后欧人对他说 老公 你要是撤退 法国人民绝对会拿菜刀砍死你 这下拿破仑三世就没办法了 打仗打不过普鲁士 撤退又会被法国人民砍死 1870年9月1日 普鲁士大军切断法军的补给线 彻底包围了法军 七百门大炮日夜对着法军正定奔空 到了下午三点 拿破仑三世终于冲不下去了 他带领参与的10万法军投降普鲁士 拿破仑三世憋屈的被普鲁士军的俘虏 后来去了英国 这连9月4日 愤怒的法国人发动革命 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同时法国再无帝国 随后 法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签订协议 法国赔偿普鲁士50亿法郎 这笔钱到底有多大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吧 这么说了吧 这笔钱比满清赔给英国日本的总和还要多 法国人比中国人惨太多了 更惨的是 我不出拿破仑三世所料 此后50年 法国经济全面落后于英国美国德国 真是睡得听不得呀 法国人畸形的大国荣誉感 没有给法兰西民族带来荣光 一个好好发展的大国就因为民族主义热情 把自己彻底坑死 留给后世的民族主义国家无惊的思考 想知道近代300年欧亚大国崛起的秘密 欢迎大家扫描公众号阿维码或者搜索历史老师 888进入历史老师公众号 横扫六合 帝国时代 环转大国崛起 就请关注历史老师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